在辽宁南篮以103比95战胜北京南篮的比赛中 球队首发封线汉将张振林本场比赛 在28分钟的出场时间里面 八投三中 三分球四投一中 罚球二中二 得到九分二篮板一助攻 虽然数据重归重举 但是在关键时刻的发挥 并没有得到球队教练组的认可 本场比赛可以看到张振林完成一次精彩扣篮 但是整场比赛的进攻效率并不稳定 尤其外线三分球仅仅四投一中 无法给予球队拉开进攻空间 这也是为何杨明在第四节关键时刻 选择使用从明晨的根本原因 后者外线抵角命中四季三分 给予球队很大的帮助 同时在防守端的选位仍然值得推敲 这也是张振林需要在高水平的赛事中所 慢慢需要积累的一点 毕竟张振林目前仅仅只有22岁 未来成长之路还需要不断打磨 张振林作为辽宁南篮业重点球员 上个赛季上提一队之前 辽宁南篮封线问题一直让球队教练组十分棘手 在郭世强执教时期也只能够采用刘志轩客串封线 但是在关键场次效果并不明显 上赛季随着张振林的横空出世 赛场上多次上演精彩爆扣 成为家常便饭 并且三分球投射成为其一大利器 场均能够得到14.2分 5.6篮板1.5助攻 凭借出色的表现也多次入选中国南篮国家集训队 本赛季张振林在辽宁南篮坐稳球队首发位置 在出战的所有赛事均首发出场 比赛中增加了个人无球跑位 并且有效增加了中距离投篮 有效地扩大了球队的战术空间 本赛季张振林也有效增加了个人组织端的输出 场均可以送出2.1次助攻 个人也逐渐朝着多元化迈进 这也是张振林的进步之处 但是本场比赛所暴露出来的不足之处 仍然是在接下来比赛中杨明和张振林本人所需要进行及时调整 感谢观看